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年了还生了两个小孩都离婚了 不是那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是什么东西可以长久啊 之前两个人那么幸福的 我说 你别转移话就行吗 我说明天过生日你要不要来参加我的生日宴啊 你生日啊 你生日明天明天我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来不了 哦 那行吗 你不要生气吗 好不好 没事 我真的明天有事情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行 那你去忙吧 那你明天有事你去忙你的好不好 那你真的没有生气 我生啥气啊 你有事情忙 那就改天再约啊 对不对 对了 刚刚你说 那个汪峰是哪个汪峰啊 唱那个 对 那个 我想要路放的生命 对路放的生命 就是那个 他离婚了 特别有名的那个歌 我知道他 我知道他 怎么会离婚啊 他们 我也不知道吗 你说他们两个人都在一起八年了 但是都离婚了 就跟我之前一样 我也是刚好八年离的婚 唉 不知道什么才是可以长久 那么幸福的都可以离婚 那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意外和惊喜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对吧 那万一是意外先来呢 我们 我觉得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 珍惜现在的美好 珍惜当下拥有的 对不对 你老是去想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肯定 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会来找你 如果说每天想的都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肯定 生活也会变得更美好 对不对 我以前也是想都是好的呀 那肯定就是 那肯定就是你 生命中必须要 度过这个节 就必须要 要有这个人来给你上这么一课 你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所以说 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没事啊 对不对 现在有我呢 现在有小杰 对不对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难道你和小杰在一起不开心吗 开心啊 不开心吗 开心开心 不开心吗 开心 那不就对了吗 那你感慨什么 有什么好感慨的 但是 我确实挺喜欢 万峰唱的歌的 路放的生命 对 对 错了门 关了窗 醒了灯 闭了眼 什么车 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能 消失掉